看下它啦,不過其實應該慢慢各位要熟悉 如果I等於1,4到13 不過13也可以用追蹤的 但是特別是追蹤的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 從A4Ctrl向下 它會跳到12啦 不過我還是建議就是說,所謂的資料正規化 所謂的正規化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把eSale當資料庫來使用 所以你以前使用eSale的方法 儘量還是比較能夠是 符合資料庫的結構 比如說藍就是藍,列就是列 不要有些藍裡面多插了一個東西 這樣的話會造成它判斷的錯誤 所以怎麼辦呢 不如你就把它分開算了 平均有沒有 把它乾脆插入一個空白列算了 這樣的話來追蹤應該就不會有錯了 要不然甚至就是下面不要有那些東西啦 把它分開來 不然的話會造成你在判斷資料的時候的錯誤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東西如果你要用追蹤的話 你可以再到後面這個有沒有 13的地方 記得改什麼 改那個Range有沒有 從哪一個儲存格向下追蹤呢 從A4 所以呢這個我想你慢慢要熟練 這個常常用的一定要 而且盡量不要打錯了 A4冒號 A4雙贏號 然後點 我習慣是用點下去 然後它會自動提示 前刮弧之後上下左右的話 盡量用選的 有沒有 我們上下左右這邊會出現了 盡量不用自己打的 因為之前最常發生的錯誤就是 這是X後面是L 可是很多人看起來會以為是E 所以打成XE的話 因為太多人犯一樣的錯誤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盡量用選的 選的話呢 它的好處是什麼 基本上一定不會錯 然後用選的 然後用選的嘛 如果這邊又出來了 OK 那就向下追蹤了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 假設說我不是用什麼呢 輸出公式 而是我是輸出什麼 輸出結果的話 那我可以在這邊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叫增減體重 範圍一樣是否I等於 4到13改成4到最下面一列的敘述 不過前提特別是 你請你把那個平均那個地方 插入一個空白一列 不然的話會失敗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我們做一個邏輯判斷 不過其實邏輯判斷我們寫的還蠻多的 剛剛寫了一堆 那不過這個地方的差別是說 剛剛的邏輯判斷裡面 好像有一個0到100分有沒有 其實0分到100分我們就over啦 我講過也可以用and 那個敘述就跟這個敘述一樣 不過會有個地方不一樣就是說 那個5%的敘述那個person有沒有 那個person在VPA是保留字 所以不能用person 如果不能用person的話 那你可能要改5%的話 改成0.05就好了 0.05就OK 所以這個程式的撰寫的話 if if什麼呢 if第一個條件是我 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追覽 sales idea的追覽 如果呢 它裡面的資料呢 假如是 我用偶來判斷 偶大於0.05 把5%改成0.05 或者是說呢 它這個裡面的值 假設是怎麼樣 小於是說呢 小於負5% 所以拿這個來改好了 把方向改一下 小於負5%的話 空一個rem enter兩下 然後呢 再加一個n的if 有沒有Als 對有Als 所以反之 反之Als Enter兩下打一個Enterif OK 所以兩重邏輯 如果 上面為True的時候呢 那我就直接在輸出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根 輸出到L欄 L欄裡面的話 就幫我輸出是 不標準 反之的話就標準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就補上 不標準 反之的話呢就是標準 OK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樣拿這個程式來改 改這個地方OK好 做完了 基本上底下的就是他會逐個逐個去比對 輸出的話呢就會是 不標準或標準 OK那這個地方的話另外一個清除了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會希望可以看到總共會有 三個按鈕按下去的話 就可以看到就是 清除 第一個輸出裡面的公式 第二個輸出裡面最後的結果 用邏輯判斷來輸出 OK 第三個呢 如果我希望把VBA改成什麼呢 改成插入函數 也就是說我不是按按鈕 有沒有我們是 所以會需要什麼 插入一個函數之後的話這邊有使用者定義 我希望在裡面看到一個叫增減體重函數 OK 就是 按確定之後 那我前面講過 Function一定是互動的 所以他一定會跟你要一個資料 什麼呢 追覽的東西 就是增減體重百分比 按確定 所以請你給我增減體重百分比 那我給他了 他會什麼 Return一個結果給我 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儲存格上面 所以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這樣子的話 結果其實也是一樣 那只是說呢 我們用的流程不同 這個也是我強調 VBA兩種顯示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如果我要做出這個Function的話 一一樣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二的話呢 記得插入一個函數 叫什麼呢 增減體 插入程序裡面呢 請你使用Function 那Function裡面的話呢 就是增減體重函數 那這個名稱的話是自己取的 你如果要用別的名稱OK 然後呢 裡面的公式 我先把 大概出來就是類似這樣 一個Function 一個EndedFunction 後面這個 小瓜湖裡面預設也是空的 那我因為要跟使用者要一個資料 要什麼呢 要增減體重百分比 所以呢 你就把增減體重百分比加上去 這個名稱將來會秀在那個前面 的文字方塊前面 那再來就是做邏輯派 如果什麼呢 這個 如果 所以這個其實跟 剛剛我們寫SUB還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呢 我本來是到 追欄裡面去抓資料來比對 那現在是從那個增減體重百分比過來的 然後呢 其他輸出的話輸出返還到 這個Function Function本身 就可以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去 OK那這個地方我想各位試一下 因為 跟前面我想我們做過的地方還蠻像的 那只是說呢 可能 也許再把它改一下 改哪個地方呢 請各位改那個什麼 如果我今天是健身房的業務人員 那我希望抓出 最有可能 成為我們會員 的 那個 他可能會是我們大戶 或者用另外一個 一個詞叫 他應該是我們的 金主 或者叫肥羊也可以啦 健身教練聽說薪水還不錯 那天看什麼 網路上有一個什麼叫館長 他說最高可以拿到30 一個月可以有30萬的 薪水 所以他應該會不會在大廚去分析上面 也下了一點功夫 比如說這些會員資料裡面我想要知道哪一些是過胖的 過胖的話 他應該每天來 就像我 我可能也需要 常常要去健身房 因為現在 冬天 都下雨 所以比較懶 夏天我就比較常 常去健身房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快速的幫我做完 而且呢 最好能夠直接在過胖的那些人上面 給他塗個顏色 也許像前面講過嘛 判斷完之後呢 加個什麼 紅色的字 黃色的笔好了 欸 複習一下 甚至再加個框線 要怎麼做 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 這個標準不標準的部分 再做個延伸 怎麼延伸呢 按下去之後 最好 把不標準的部分 改成 他是 過胖還是過瘦 那如果做完之後呢 再加上格式 格式的話 我要 讓那些 過胖的 資料 用醒目一點的方式讓我知道 怎麼做 兩個部分 要有一個 裏面 是 有一個 這程度 有一個 有一個 的 幻想